大家好,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的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先生,还有我们的澳洲红仔饼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马来西亚的全能战士大马尔,马来根 郭卫梦又好 还有我们的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煲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集继续,回来讲讲这帮网友的傻子 我看到一宗都挺好笑的 他们经常都很讲的,就是叫自由 为了自由,什么牺牲自己 又说他们都是为了自由,为什么要逮捕他们 甚至乎香港的自由,他们疑似 觉得自己争取不了 好了,现在选择BNO组加移民英国的自由空气 或者自由这两个字,原来很值钱的 为什么呢,原来当时候这些黑暴的时候 甚至乎这些网友最烧坏的时候 就是老烧的时候,竟然有人以自由之名 说自己这些网友就叫自由之书 就出来众筹,就说帮手足 其实呢,他们也有个很合理的理由 把自己的身份隐藏 就说我不想曝光,我身份 admin的身份不可以被人知道的,就会有危险 因为支持他们这些众筹的人 他们都叫做相信警暴 要逃避警方的追捕 所以唯有要隐藏自己 隔了一个球出来,这样去搞众筹 而又迫了去的,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相当之出名的就是傑斯 接着就说什么众筹 原来有些钱拿去炒股的 还有呢,有些是花卡纳钱的 当然啦,大家都相当之期待 那个612呢,到现在呢,都找不到 就是他们流动了那么多钱之后呢 都竟然毫无手照的话呢 所以说它是一个叫做皮丘基金 还有当然这个皮丘呢,入了去 究竟出去了哪里呢? 究竟那个流动,究竟是怎样 为什么可以这么天衣无缝呢? 这个当然啦,他们有政坛梅妈 这个叫做吴可怡,盯着或者想到 还是怎样的,这些什么局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真的很期待有一天会爆啊 咦,你怎样可以期待612会爆呢? 一定呢,要有里面的人呢 一定要木马屠城的形式才行的 那今天讲的这一宗呢 其实都很有机会叫做木马屠城的哦 或者是叫做应该讲的直白一点啦 督灰或者鬼的成份相当之大的哦 那我们先讲讲发生什么事先啦 好吗?整件事是怎样呢? 那总括来讲,警方昨天就说了一件事 就说了,有一个团伙啊 有几个人的哦,这里就 就说呢,以支援被捕手足人士为名 那就中筹 那你看,完全不用抛这个样子出来 只是说什么自由啊,帮手足啊 哇,原来这样的呢,这个组织呢 已经啊,可以呢,筹到呢 成四百万的哦 哇,挺紧要的哦 涉及的金额呢,去到成四百万的 那好了,那当然啦 他们透过这个FB啊 那些摆出来,BV也好,什么什么都好 后来警方就发现 你概括都讲了整件案了 我们才深入点再讲了 就说了哦 有人把部分呢,所谓的叫资金呢 其实我都用资金这个名词呢 这个都不是黑金 就是,我觉得这些是 就是怎么说呢 是人家进给他的钱哦 不可以叫资金,那这些不是资本来的哦 无本生利的,是不是呢 何类,怎样资金呢 那进来给他们的钱呢 就拿来叫个人购物和投资 哇,他就说威威啦 是啊 又是进自己的袋子啊 个人哦 是啊,那还有哦 他拿来是买名牌啊 买名牌包包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我说有机会是有人督灰呢 喂,当然 喂,被人见到你 喂,为什么这段时间新光颈领呢 那,这次拘捕了的人呢 但是,哪有一个先带回去呢 被揭发呢 他本来就是做这个25岁的女公务员 那是康民署的 你想想,做康民署的民员 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买这个名牌包包呢 究竟会不会是他自己扭了口风出去 接着被人知道了,还是怎么样呢 甚至乎会不会是有些什么人看不过眼 哇,什么啊 这个这样的四眼揭框 都有这么多名牌包包的 又不是有些什么男朋友 可能本身他有黄友 又怎么样呢 公务员 公务王啊 这些公务黄友 会不会是这样的 这个不得而知 我们正正呢 要等候警方再给更加多的消息出来 当然了 涉案里面就有一个人呢 你说他搞不搞得到呢 其实搞得到的 不过现在他这件事呢 另外涉及了两个成员 一个是男学生 一个是男文员 不过报称这两个人 已经离开了香港 冲出来说的了 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BNO做家 这个我想Law of the Ring的形式会比较多些 你想想 recap了一些的 或者分了一些的 那就先走了 但是现在警方正在通缉他的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他怎样 我capsule大计究竟是怎样 好吗 就有个post是这样的 信那个都弱智的了 已经 那我先说什么事 2020年的12月4号 大家记住的日子 我们听听的日子 接着再说他说什么 他就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新屋嶺啊 接着拍着一张照片就是黑白的 那个背景就非常之荒谬的 看个小的好像是外国那样的 那些环境不像香港的 那些小屋子那样 拍着个女生就坐在一张轮椅上面 跟着一张轮椅呢 那个背脊那里 就说是一张光时那个旗的 就是盖住了下去 轮椅的背部那里 那里见到时代甲 接着那些字呢 很隐悔的 他故意呢 不要整个slogan都出来了 但是你又知道是光时那支旗的 那么就拍着这个女生 背着大家坐在轮椅那里 他说这位女生二十岁小光 被人拉了去新屋嶺之后 受到警员叫她不着衣物守身 之后她逃跑的时候 由于受到警员的粗暴 粗暴打她的脚 现在还没走得需要坐轮椅 加上还要告她警暴 加上拘捕 还说她持有危险物品和 家人都没再contact她了 现在逃亡了海岸一段时间 真是一段时间都没收入 还有要医疗费要钱 所以托我帮忙卖货 所以大家帮帮忙 这两个星期所有的收入 都是帮小光买货的 接着就放了个户口出来 他说卖货呢 他基本上的意思有点像 就是什么卖书啊 还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 你入钱给他没货收的 那些都OK的 就是热狗那时候 热血公民那时候 那些 你入了钱给我 你可以不写地址 那他就凭着这些地方 这些方式 去收捐款 大家听我们刚才提到的日子 2020年10月4日 金将军那件事已经爆了出来的了 就是说他新屋岭那些是他自己老作的 那些东西是自己是假的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些爆了出来的哦 这些众殉啊 是不是 随便在外国找个人 穿着这些东西 披着这些 快死人不报 然后就可以骗到他们 叫他们给钱 然后还有什么呢 最近很多朋友问我 admin这些手足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 很多手足都很不行哦 手足不同 YouTube啊 没得click 大家不要complain这么多 大家行动了没有啊 如果大家想资助我们 可以用以下的账户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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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说 如果有手足不小心弄傷 饿傷 欢迎 谁找我们 那 就是说 你给钱 cho我呢 我们会帮手足的 手足联络我呢 我就会有包券啊 八达通啊 那些之类的那些 是不是 有没有黑池大贫馆优惠券吗 我想 未来可能有哦 海外手足联络我 联络你呢 是一件事 但是呢 你又没有理他呢 亦都是一件事嘛 難道你不理他之後的手足是大肆宣揚嗎? 好了,我們接著要講那個內容 警方怎麼說呢?為什麼我說這麼大機會是篤灰呢? 一定是要木馬屠城的形式呢? 警方的調查科,高級偵緝篤篤篤篤出來講這件事 他們說早前折獲線報,即是篤灰了 懷疑兩個本地銀行公司的銀行戶口 作為這個洗卡拿錢的用途 調查發現有一個團伙透過社交平台 作出這個眾籌聲稱支持被捕人士的生活和醫療用途 還提供兩個公司戶口作為收款的用途 好了,這位sir繼續講 他說這兩個公司戶口就在2019年8月 到上年的12月期間一共收取了大概208萬 當中的款項就轉漲到另一個本地個人銀行裏面 好了,後來他把這些錢射到自己戶口 再調查發現這個銀行戶口另外也收了250萬來歷不明的資金 這個戶口再看一看,接著發生什麼事 即是由公司戶口扔進去私人戶口 私人戶口之後再去個人消費 包括買名牌手袋、電子產品 甚至乎就用來買證券的買賣 金額仍然繼續去調查那個運作 有可能多個傑司,還在計算 是啊,還沒計算到 可能要將他的股票折數還是怎樣 即使我們講一講那個流向是怎樣 眾籌射到兩個公司戶口 接著再在公司戶口就射到自己個人戶口 射到個人戶口之後再拿去買名牌 還有買證券 還有,他不單止 另外再射到一些錢 就去一個海外個人銀行戶口 即是是同名的,記住 一抓了一個女兒 我們持有人是同名的 即使射到海外都做什麼 準備什麼呢? 會不會是BNO組家移民家打算著著草呢? 反正現在都沒有人再肯捐錢了 是不是? 金將軍已經不單止判了 是連律政司的覆核都完成了 大家看不看 我們法庭幫新聞講了 本來是社會服務令的 現在就改為 好像坐9個月或10個月 憑記憶講了 接著現在就怎樣呢? 不知道這傢伙是怎樣的 說有情報顯示 傳到海外的戶口之後 想著在海外就進修 進修什麼呢? 是不是進修金融? 這件事相當過癮 我不知道 用來進修 你想進修不要緊 但是不要用這些手法 還有這些黃友都很容易欺騙 就是隨便擺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自由 光時 受害者 幫手足 這樣就自然有人扔錢 你完全是不知道那個是誰 你完全是沒有懷疑那個 那你給錢下去的 他見到有一個呢 就會扔下去的 這麼容易欺騙的? 是不是? 我們在座四位 做生意都知道了 是不是? 喂 你經常想跟客人說 我們整個project是這樣的 那預算是這樣的 是不是? 都被人咬來咬去 如果這樣呢 可以退回多少 我做到這裡又會怎樣怎樣 我要分多少期給你 這樣那樣 甚至乎你又怕他做到中段的時候 又怕他不找給你 哇 千百萬個考慮 哪裏有客人這麼好的 這些黃友是好客 是啊 是嗎? 鑑青水魚 是的 像我們平時見到的 是HEY客 哈哈 這麼多 人傻蓄來 這樣也可以 我在想 這個當然是冰山一國 還有些什麼呢 大聲疾呼 在說 哎 我們幫什麼手足 幫什麼手足 去哪裏哪裏幫他 我們親身在哪裏 我們在幫哪些手足 今天收了多少人 還是怎樣 其實呢 可能真的有些不知道的 你戶口是什麼 我給錢你 你快點幫我們 你幫一下他們 他們真的很慘 他們現在是不是很慘 你不要幫 我給錢你 你幫我幫一下他們 好不好 我們 真是有這麼瘋的人 你想想 這樣隨便拋個名字出來 你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水 都可以扔到 卡拿錢那裏 兩球半 就是一件事 他這樣都可以拿到兩球回來 兩球 你想想 我們多拼命 有時候去工作上那些 還是怎樣 怎樣去 這樣那樣 都要花很多唇舌 要給自己 都不敢 都不敢看半斤八兩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走歪路呢 就是這樣 那他說 就是他 只是憑一個 Facebook page 就可以 這樣困到兩球回來 騙到兩球回來 當然 他有一點點事做的 就是拍一下這些相 那些什麼 就是找個 卡拉蘇去拍一下這些相 那件事 那我們再補充多些少資料 好不好 好啦 跟著 那個 這些這樣的 騙人這些人 就繼續再說回 他的用途明顯 幾乎警方說的 和他宣稱的眾籌目的 都是不相同的 已經涉嫌 乾犯這個叫欺詐罪名 是不是 就說他們當中 利用欺詐的手段 而得到的款項 可能是犯罪的得益來的 那處理 警方方面會處理 叫做卡拉錢那方面的問題 暫時 拘捕了一個 25歲 剛才都說了 他是一個公務員 來的 也是涉案的個人戶口 其中一個 一個叫做可以簽名的 認可的簽署人 那我們就想一下 會不會有機會 這叫做分贓不暈呢 蛤? 你經常不肯來簽錢? 一博個 攬炒 還有繼續 現在的戶口凍結了多少 27萬 證明這幫人憑了多少錢 有些在股票 又沒有說多少 贊定線不知道 是的 贊定線不知道 可能股票沒有人知道的 總之 他們籌到200萬 現在剩下結算 凍結了27萬款項 有些拿去炒股 可能洗一洗一洗一洗 可以狂買這些名牌 就是凍出去 都凍了 加上股票 就是一百七十萬 差不多 大約 大約有這個數 因為現場還有些少少 拘捕他的時候 也有些少少現金找到的 嗯 警方最後都說 洗卡拿錢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行 最高可以判監14年 叫大家捐款之前要小心 避免不墮騙局 哦 那兩看 現在那些黃友也沒有出來說些什麼 他們自己做了水於嶺的事情 通常都不會再提些什麼的了 或者都要再繼續欺騙自己 哦 一定要屈他的 砌他生豬 就是到結斯這些 已經擺明了 整個股票戶口 拿了些去炒股的 你們都不相信的 是不是 郭翠健還要出來跟他說 哦 他不炒股 不賺多錢 怎麼幫手足啊 你還要這樣幫他 哦 哦 哦 就好像喜劇之王 你不去做雞 我哪有錢養你啊 同一個邏輯 是啊 哈哈 我不買名牌手袋 我不買手機 我不買這些iPad iPhone 我不精神上 夠熟了我自己 我哪有力量來到 夠熟那些手足啊 我哪有精神 可以安排 那些錢怎麼去 給他們啊 他不是教育應該滿足啊 我沒滿足到自己 怎麼滿足你啊 對不對 哈哈 我也搞不定 我怎麼幫你照顧手足啊 那你要搞得怎樣 就怎樣 至少買幾個名牌 Chanel先啊 就是這樣了 唉 見到這幫人呢 原來是這樣的操作的 你說多麼黑暗 多麼好笑呢 究竟冰山是有多大座呢 這幫人 如果你自己 要這樣扔錢下去的 那我都幫你不了了 是嗎 你要繼續 執迷不悟啊 或者繼續要相信這些的 那到時呢 只會呢 很多人以自由之名 以幫手足之名 其實呢 他自己呢 就可以叫做越吃越肥了 你說這幫人 會不會有時辰到的一天呢 有 望向編執部 每張冰山扔開 是 好了 那我們今節呢 講到這裏先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